柳兄这次到藏经阁又接约了哪本功法 胖直视一见柳明过来 当即满脸笑容地问道 柳兄 在下想动用那门弟子半价一门功法的权利 接约这本天雷术 柳明摸了摸鼻子 挥了挥手中点击 不知可否地说道 天雷术 柳兄这次到藏经阁又接约了哪本功法 柳兄可知此术虽说炼之大成之后威力无穷 但修炼之难却是一般顶级的功法 也无法相提并论的 那门中可是还有人会去修炼 即便有寥寥树人有兴趣 也大都是真丹镜以上的前辈了 胖青年一看柳明手中的法术典籍 当即大吃一惊地说道 这位胖知识虽说修为不高 但好歹也在藏经阁担任之事多年 对于藏经阁内的各种功法秘书 介绍也是相当熟悉 故而才会直言提醒柳明几句 多谢吕兄提醒 不过刘某已经决定 就选这门法术了 柳明知道他也是好意 朝其微微挥了挥手 语气坚定地回道 既然柳兄心意已定 在下也不再劝了 把令牌拿来吧 胖知识文言当即一笑地说道 柳明当即取协腰间身份令牌 交于胖青年 吕庆青年则袖子一抖地 取出了一支清光茫茫的玉笔 在柳明令牌上轻轻一点 一道清光一点之后 赫然减少了三十万贡献点 做完这些之后 他再次动用玉笔 朝柳明手中天雷树上一点 一道清光一闪的 没入此点集 点集里面进制 一闪即逝 柳兄 此点集的进制已经解开了 你只需要将其复制到玉笔上 再立下誓言 带走即可 吕庆青年将玉笔一收 将令牌交还给柳明后 说道 如此 那便多谢吕兄了 柳明接过身份令牌之后 便取出一枚精灵的玉笔 提于此点击之上 瞬间 一道淡岩刺的光云一闪 一行微微的小字 在玉笔之上浮现 又一眼而视 柳明将玉笔收入须迷界之后 再按照惯例的立下誓言 将此点集放回了三层黑色柜子之上 便匆匆地拜别了那女性青年 足彩黑云地回了洞府 他方一回到洞府 便二话不说地走进密室当中 在扑团之上盘席而坐 取出惊艳的玉笔贴于额头之上 神时甚初 开始参悟起了天雷术的修炼之法 数日的时间一晃而过 柳明迫弗了一番心思后 才终于地将这门太古法术参与透彻 他虽然精神大为疲惫 但也终于明白了为何此法术威力无穷 那门弟子很少有人去修选了 根据典籍中记载 这门天雷术顾名思义 就是必须借助天雷之力 才可以修炼的法术 不但修炼极其耗费时间 而且每次都必须等到大雨雷霆之时 才可以修炼 如此一来 即使在树道上有惊人天赋的弟子 每次雷雨时都一次不落地抓紧时间修炼 恐怕都要上百年时间 才堪堪入门而已 但对于柳明来说 天雷术能克制魔器 起码一要大成之后才可以 按照其现在情形起步 起码要修炼上千年才可以 如此长时间 他自然绝对无法等候 就在柳明弄明白自己 修炼天雷术所耗的时间 当即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突然双目一闭 将法力缓缓注入魂天碑当中 片刻后 他耳边一声嗡鸣后 两眼一黑后 就已身处在了灰蒙蒙的神秘空间中了 而一名少年正双手倒背地站在不远处 正是罗侯 罗侯前辈 之前您仅仅告诉我 这天雷术修炼成后 有克制体内磨念的效果 但却并没有告诉我 修炼此法术 必须要雷霆天气才可以啊 柳明叹了口气后 苦笑地开一口问道 哼 我既然让你选择此门法术 自然有自己的道理 罗侯文言却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接着面无表情的袖子一抖 身旁魂天碑上的魔幻桶 顿时光芒大放 柳明只觉身边景色一个模糊 就深处在一片荒芜之地中 高空乌云密布 无数雷电正化为一条条银蛇 狂舞不定 此辣一声 一道碗口粗的雷电 瞬间朝柳明所在 狠狠劈下 天雷 柳明心中已惊 只能强行身躯一扭 但尖头仍被这迅雷不及掩耳的天雷击中 他身躯一个亮枪 尖头上当即出现寸许长身的焦黑伤口 一根根颜色电丝 当即的体表劈啪乱窜 一股焦乎的味道 也立刻从身上散发出来 即便的肉身在铜结之中早已强横无比 但要承受如此恐怖的天雷电击 也是大感吃不消的 难怪只有真丹静强者 才去修炼四法术了 一般的化精器弟子 恐怕还未修炼至小城 便被这天雷活活劈死了 与此同时 空中雷鸣声不断 又有密密麻麻的十余道银色电弧 朝柳明所劈下 仅仅片刻功夫后 柳明便以被激得浑身伤痕 脸色难看之下 感到自己真的无法再支撑下去了 就在这时 他耳边再次嗡的一声 四周景物一个模糊后 人就出现在了灰蒙蒙的神秘空间当中 罗侯依旧面无表情地站在魂天背旁 而背上的魔幻童则正缓缓闭上 罗侯前辈 刚才是 柳明回过神来后 自然立刻的疑惑地问道 由于你之前用真魔之气 帮囚龙修补封印的缘故 你在魔幻童的悬线又提高了一层 已经可以用魔幻童 模拟任何地形天后了 否则我也不会出言 让你选择此法术的 罗侯淡淡地解释道 能改变地形天后进行修炼 这岂不是说 我只要精神力充沛 这天雷术就可以时刻地加以修炼了 柳明文言自然大喜过往 这是自然的 只是这种涉及天后的幻象的改变 你还无法掌握 只能由我来主导完成 以后只要你修炼的时候 只要叫一下我的名字即可 罗侯仍旧面无表情地说道 主导之事这倒无妨 但不知前辈先前所提到的 囚龙权限到底是什么 是否晚辈再多补充些真魔之气 便可继续地提高权限 这魔幻童可以随心所欲 再幻化出其他想要的幻境呢 柳明目光闪动了几下后 又一口气地问出了更多的问题 然而罗侯对这一连串的问题 却根本没有回答的意思 只是一句 你以后自会知晓便袖子一抖 一股狂风一卷而来 柳明双目已黑后 并又出现在了洞府的密室当中 这罗侯性情还真是让人有些捉目不透啊 柳明不禁付费了一句 但心中却大松了一口气 否则三十万贡献点 购买一本无法用的典籍 自然会让其郁闷无比的 现在的话 他只要是天雷术修炼能够顺利进行 那将其修炼之大成之后 不仅能够克制体内的磨念 更在树道上多出了一门可敌制胜的大神通啊 而眼下 距离进入神秘空间 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但当运灵丹的材料尚未配齐 一阵思量之后 柳明当即再次离开了洞府 放出带越非洲 并一跃而上 直接飞出了万灵山脉 并马不停蹄地朝某处方向 破空而去 一个月后 距离万灵山脉数百里的某座 规模颇大的仿式外 一名青袍青年迎风而立的 立于一座小山头上 一脸沉吟的样子 正是柳明 这段时间以来 他已经连续地 逛遍了附近的两座仿式 但对于玉宁丹方上的那些材料 仍旧地收集得参差不起 一种名叫大白草的辅料 竟一份都没有够知道 而作为主料的五工业 也只是够到两瓶 品质也是普普通通 只能勉强用而已 他一番打听之后 一名阅历颇广的单药铺掌柜才告知 距离这里颇远的江月城仿式 附近专产这种大伯草 或许还能另外构置一些 品质上升的五光业 这所谓五光业也叫五光蜜 是一种妖风之蜜 以中天大陆某地特有之物 每年虽然产出不少 但万万方一现世 就在当地访市被销售一空了 所以若真想收购一些品质优良的五光业 自然还是去那妖风产地收购最佳了 但五光丰所在的猪龙山 地处中天大陆最南部的南荒之地 不但偏僻异常 常年弃张横行 各种凶兽独物众多 更是树谷妖族魔兽 势力盘踞之地 而从万灵山到南荒之地 大半路程都无法使用传送法阵 甚至一个来回就要两年时间 柳铭绝对无法现在赶去 他如今也只能先收集够几次开炉炼制运灵丹的材料 并从神秘空间出来后 再单独跑一次南荒之地了 不过按照以前的炼丹经验 用品质越好的主材料炼丹 承担率自然也就越高一些 也越容易出现入品的丹药 若是有可能情形下 柳铭自然想要在进入神秘空间前 先收集几份上城的品质的五光蜜 好能尽快的提升炼丹的熟炼层次 所以此地访试人告诉其江月城 可能有品质不错的五光蜜以后 他自然不可能放弃 不过江月城距离他现在的位置 同样颇为遥远 即便有待遇非洲 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仍旧是无法到达 但幸好 距离此地访试千里之外 有一座传送法阵 花费一点零食 可以通过几次传送 即可以达到江月城的附近 柳铭一番思量前后 当即下定了决心 抬手放出带越非洲 并一跃而上 用足尖轻轻一点 非洲两侧狂风一起 顿时朝某个传送法阵的方向 破空而去 随后 柳铭则在非洲前端的甲板上 盘席而坐 静静的闭目养神起来 半个月后 某座偏僻的峡谷当中 一道金光闪过 光芒一脸地露出了一艘 十余丈长的豫洲 非洲前端 两道人影正站在那里 其中一名青年正是柳铭 而其旁边是一名穿着朴素 一身灰色布袍的浓眉男子 却仅有宁夜静初期的修为 前辈 只要再向东边飞行一千多里 便可以到达那江月城了 农眉青年指着前方 对柳铭恭敬地说道 好 继续走吧 柳铭一脸淡然地说道 他袖子一抖 足下带越非洲 便化作一道金蟒 继续朝江月城方向飞去 柳铭先前 在经过第一次传送法阵的时候 恰巧遇到了此人 他本无心去搭理此人 但这男子一感应到柳铭气息 深不可侧候 却主动地上前相见 并告知自己是江月城当地之人 愿意为柳铭效犬马之劳 柳铭正好要去江月访市 寻找材料 烧一思量后 便同意与此青年结伴同行 非洲之上 农眉青年正向柳铭恭敬地说道 前辈所说的大白草 江月城访市 每年都有不少产余 而且价格低廉 几百零食便能买到一炷 至于那五光夜 晚辈见识浅薄 实在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江月城 每年都有大型的拍卖会 各种奇珍异宝 数不胜数 或许便有前辈所需要的东西 这拍卖会 还有多久举行啊 柳铭心念微动 开口问道 小星拍卖会 乃是半年一次 大型拍卖会 两年一次 前辈来的有些不巧啊 上个月刚进行过一次 小型拍卖会 下一次将在五个月之后举行 农眉青年文言 朝柳铭回导 柳铭文言脸色微变 根据罗侯此前的提示 距离进入神秘空间 仅有四个月的样子 根本来不及 等到下一次拍卖会的进行了 难不成 这江月城 要白跑一趟了吗 这么大的江月房市 除了拍卖大会之外 有没有比较著名的药材谱 柳铭略意思量后 又问道 这个 江月房市中最大的一处商铺 叫做天宝斩 好成拥有不少天才地宝 千辈所需之物 或许此处能够寻找到 也说不定呢 农眉青年想了想后 才谨慎地回导 很好 柳铭文言微微点了点头 便不再说话了 安静地打坐起来 三天后 一座大型的城池 百余帐开外的平地上空 一辆十余帐长的金银非洲 正破空得及时而过 非洲前端 一身青袍的柳铭正双目一眯 眺望着眼前的江月城 相比太清门宗内的房市 此城的规模 大约有四五倍的样子 此周则顺一块块黄色大理石 堆砌成的城墙 足有十余帐之高 城中高矮不一的各式建筑 密密麻麻的 整齐的白裂着 与此同时 城池附近一道道五彩顿光 频繁的进进出出 显得颇为繁盛的景象 柳铭心面一动 手上法掘一遍 非洲当即一路而下 随后便与农眉青年一跃而下 袖袍一扬 非洲当即化为一道金光 飞入其袖中 随后在农眉青年的带领下 二人顺利的进入了江月城当中 一个时尚之后 当柳铭从一家普通的丹药铺 走出来之后 须弥界中两张储物符 已经装得满满的 都是大白草了 方才 他将此店内的大白草横扫一空 这些草足够其炼上 百炉的运灵丹了 而两百零食一株的价格 也是颇为便宜 因而也没有多想 一口气便花了三十万零尺 将这些大白草给通通埋下来了 这也让一旁的农眉青年和掌柜 都不禁瞧得有些目瞪口呆了 毕竟此灵草是辅助材料 相比其他灵药 通途并不算多广 通常情况下 不会有人一下子买这么多的大白草 前辈一下子买如此多材料 莫非是要炼丹 农眉青年跟随柳铭走出商铺 小心地问了一句 怎么 你对我买这么多材料 很是好奇呀 柳铭文言 似笑非笑地反问一句 不敢 是晚辈多嘴了 农眉青年文言 心中一个机灵 第一手问道 好了 你说的天宝斋在什么地方 带我过去吧 柳铭则若无其事地 又问了一句 前辈 天宝斋就在前面街口 左拐便是 晚辈这种身份 恐怕是不能陪前辈 进入里面的 农眉青年 蒙有陪笑地说道 感谢收听 摩天记